一命二运三风水 可得扔东西越来越穷 是对吗 今天分享给各位的是 家里七件旧物 千万不能扔 放得越久家运越旺 一家里七种旧物不能丢 其一 衣帽鞋袜不可随便丢弃 尤其是现世活人的衣帽鞋袜 即便是穿坏的 也最好统一归纳打包好 放在家中干净的支出 待现世活人百年之后焚化即可 也可以结缘捐赠 送予需要之人来积累功德 禁忌活人的衣物乱扔乱气 尤其是不可随意焚烧活人衣帽鞋袜袜 即在活人床下乱色乱放 以免霉运不顺 在处理故去仙人遗留下来的衣帽鞋袜袜这块 以焚化给仙人优先 如果想保留几件 以示留念也完全可以 但不建议保存过多 其二碗筷除具不可随便丢弃 居家过日子离不开这些 逢年过节给家中添置新的碗筷除具 是招财忘运的最好法门 反之用旧的碗筷除具 如果处理不当 则会破财遭灾 尤其是用旧的筷子 方便焚烧的就焚化 不方便焚烧的 务必要将筷子折断后 方可当垃圾处理掉 破碎的碗盘 不可扔于厕所等肮脏之地 应妥善处理 其三 枕头被褥不可随便丢弃 同以上几点讲的道理一样 废旧的枕头被褥 如果不能送人 那么同样都是要打包好后 放于家中高处 予以高枕无忧 故去仙人的枕头被褥 应于百日记内焚化为家 还有一点常识 大家更要记好 就是活人的枕头 禁忌被星月照见 包括清洗被照枕头时 都不宜被星月照见 以免冲撞阴气 休息不好 噩梦连连 其次 照片签名 不可随便丢弃 无论是现世活人的 还是去世仙人的照片和签名 都不能随便丢弃 破损和分化 尤其是家中挂有大型结婚照 全家福的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 如果照片不小心被破损 家中必出口舌 大型的结婚照 即超过当事人真实身高的照片 在气场和磁场中 都会形成血光伤亡煞气 压住活人的运道 轻者婚姻不长 重者家破人亡 全家福中 一旦有人去世 那么应立即取下 用红布包裹好 至于干净明亮之地 不可再悬挂 其五 招财术 招财术不能乱丢 小心财运也跟着丢走 其实招财术很多人都不会陌生的 发财术是很常见的百建吉祥物之一 很是受到大家的喜爱 摆在家中或者公司中聚财 那项的作用呢 而且这款招财术还可以投硬币进入呢 每日一闭 财员滚滚来 其六 财神相 分武财神和文财神 财神净之得当 可得全家或企业财运想通 净之不当 财神则会变为散财之神 耗财破损 尤其是武财神关公 如净之不当 不但不能带来财运 关公的那口大刀还会伤人 一般原则是 武财神要面向门口 文财神即面向门 其七 翡翠元宝 以生财旺财为主 多以一对并用 用法有二冒号一 将一对翡翠元宝 放在全屋之窗口上或窗台 左右角各放一只 目的为把窗外之财吸纳进来 窗口越大 财气越旺 二 放在大门入屋斜角之角落 此处地方藏风聚气 亦是财位 放上一对翡翠元宝 以加强招财进宝之气 二 这八件物品要扔掉 除了上述所谈 保留一些 但是对于家里的其他旧物 我们还需要进行断舍离 这样才能更好地调节房间的风水 断舍离 是一个需要长久执行的理念 将家中一些被淘汰的物品 及时清理掉 不要一时感到心疼 扔掉才能让你的家居生活质量 越来越高 其一 厚窗帘 流行生活的朋友就会发现 有钱人家的窗帘 都不是很厚重 一般就一层这样子 这其中有什么学问呢 太厚重的窗帘 会完全挡住室外的阳光 从而使得室内的光线不好 阳气逐渐变得衰弱 长久下去 家里的气场就会阴阳失衡 我们要是长期处于这种场中 会给身体健康带来消极影响 其二 破旧的碗筷 这说的破旧的碗筷 并不是指历史悠久的古董 而是说质量出现了问题的碗筷 比如说边沿开了一个缺口的碗 头尾有明显损耗的筷子 这些东西是需要及时扔掉的 非常不适合摆放在家里 碗筷是盛放食物的器皿 而食物又意味着财运 从上看 这些器皿出现了裂口 还继续使用的话 就意味着我们的财气出现泄露 如果你不想自己和家人的财气受损 那么赶紧扔掉这些碗筷吧 其三 来历不明的古董 有的朋友喜欢收集古董 当然 这是一种爱好 没什么对错之分 不过 不是所有的古董都适合摆放在家里的 比如说古老的邮票 邮化这一些来历清白的东西 我们可以拿来做收藏品 而一些来历不明的古域 古剑等等 万万不可收藏在家里 其四 发霉的菜板 出 房中的木质菜板用久了 发霉了 开裂了 就应该赶紧扔掉 有人说家里的菜板全是细菌 甚至还发霉了 更有人说这样的情况容易致癌 菜板致癌其实还谈不上 但是滋生细菌和霉菌倒是真的 这个很影响健康 可千万别不当回事 如果你家里的菜板发霉了的话 这些霉菌会进入到食物中 将会影响到身体健康 所以还是建议将这种发霉的菜板扔掉 其五 假花 假花作为客厅的装饰物是很受欢迎的 因为它不像真花的一样容易枯萎 而且还有美化环境的作用 但是从风水的角度来看 假花不如真花般又生气 而且还会给主人招来烂桃花 容易引第三足插足 不仅如此 还会影响家人的财运 严重者会有破财的迹象 其六 坏椅子 任何坏的东西都不宜留在家中 因为这些坏椅子上面有很多阴气 当我们坐上去的时候 身上的阳气会被中和掉 长期以往身体健康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 状态一天不如一天 其七 破碎的玻璃 窗户玻璃破碎是一个家庭衰落破败的象征 居住的房子出现窗户玻璃破碎的情况 一定要及时更换 因裂很小就不更换或简单的用透明胶带粘贴 使颓气漏彩的风水会让家人频频破碎 另外 家中带玻璃的柜子 玻璃食品等出现破碎或裂痕 也要及时处理或更换 其八 破碎的花瓶 家居中的很多装饰物 有玻璃 陶瓷制成 它们往往在风水上有着吉祥的寓意 比如陶瓷花瓶象征着平安等 若一不小心将这类物品打碎 证明它们给家人阻挡了灾祸 不要过多惋惜 及时将破碎的物品处理更换 才是伤好的风水 总之 每件物品都会有自己的气场 家里的物品越多 风水气场就会越复杂 不是说家里东西越多就越好 尤其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一定要丢掉 不然会让家居风水变得不好 如果不注意调节房间的风水 很容易造成气场混乱 给自己带来不幸